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五百四十一集 关于这个夜晚坐在轮椅上的陈平平与坐在龙椅上的皇帝陛下说了些什么 直到很多年以后都还是个谜 因为没有人有资格旁听 就连不离陛下左右的姚公公也一样 这次谈话其实与一年之内御书房外的两次谈话相似 话语从军春中出 从臣耳融入 不传第三人 不过如今的京都早已知道数月来的事情 全部出自陛下与陈院长的暗中布置 这军臣二人只等着隐喻暗中的敌人跳江出来 再一网成秦 庆帝与陈院长联手实在是显得过于强大 居然能够将整座京都瞒在谷里长达半月 直到此时人们才想到很多年前 陈院长便开始陪伴着陛下进行着一统天下的伟业 那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救过陛下几次 而陛下也给予了对方最大的信任与荣光 老一代的人们从来不曾怀疑陈平平对陛下的忠诚 这是历史已证明了的事实 只是在如今再次体现了出来 关于这次谈话 京都众人的心中多有揣测 当夜 范贤离开皇宫往府中赶的时候 却没有把心思放在御书房的谈话上 也没有想到这场谈话会不会与自己有关 因为他猜想陛下只是有些孤独 而陈平平呢 则是要扮演一位忠诚的陈下 与暂时友人的角色 事实距离他的猜测相去并不远 因为从某种角度上看 范贤和他的皇帝老子实在是相像 如果说庆帝是天下最好的演员 瞒了天下二十年 那么范贤自然就是第二好的演员 将自己的心思藏在心中 瞒过了庆帝 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演技实力派的斗争 斗的是心 范贤掀开马车窗帘 正正看着外面寂静不安的京都夜街 危暗想着 如今呢 自己算是获取了陛下的绝对信任 这场斗争是自己再胜一场 然而 何必要斗呢 今后又如何斗呢 他脸上的忧郁与着急并不是饰演出来 而是实实在在发自内心深处 尤其是眉眼间极复杂的喜悦担忧茫然 完全表达了他此时的心情 与那辆轮椅擦身而过 但先低手行礼 便看见了陈平平苍老眼眸里的那丝温和与恭喜之意 他马上就明白过来 思思确实是被院长接走了 他既然已经回京了 思思自然也已经回到了府中 只是不知道生了没有 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呢 一念及此 他哪里还有心情去思考什么 御书房中的那些谈话什么的呀 整颗心啊 已经回到了范府 催促着下属 鞭打着拉车的骏马 只是这几日里呢 死了太多人 所以即便知道自己可能已经成为一位父亲 范贤只有淡淡满足 却没有太多的狂喜 万儿 此时在府中 欣赏这个生母之王 回府后还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马车没有停在范府正门 而是从侧向直接穿了进去 在后花园专门留的那间脚门处停下 不待马车停稳 范贤已经从车上跳了下来 笑着看了一眼门口 喜迎自己的藤大家媳妇 便往自己的宅子里边兴趣 只是略走了几步 这笑容变脸了 不是他刻意做作 实在是今时今日 这血雨腥风 尽别离着京都 一味新生命的到来 着实冲不去 那么多这个死亡带来的血性味道 行过花厅到了东厢房 并不意外地发现灯还微微亮着 父亲与柳氏二人正在房中 候着自己 微暗的灯光照耀在范尚书的脸上 照出了他的皱纹 与皱纹里的洗衣 范尚书此时正看着柳氏怀中一位婴儿 虽勉强保持着装素老爷的模样 但是却掩不住 毛子里边的快慰之意 范尖书的门来 先对父亲及柳氏行过礼 却没有往柳氏怀中的婴儿看一眼 便直接将目光投往了床边 看到婉儿正坐在床边 牵着丝丝的手 才轻声说些什么 婉儿的双眼红肿 有若粉桃 看上去啥事可怜 脸蛋也瘦了不少 憔悴不堪 却是强作喜意 与躺在床上的思思 说着小闲话 范贤微微一正之后 便走了过去 也不在意两位长辈在房中 直接坐到了婉儿的身边 满脸微笑 看着一枕而靠的思思 看着这个当年的大丫头 说到都当妈的人了 怎么这么夜了 还不睡啊 思思临产这个月里边啊 虽然受了些惊吓 但是有监察院护着 被陈老脖子呢 带着在这个京都四野里边旅游 未曾让他受过风寒 运动却比一般产妇要来得多 所以看上去啊 精神也比一般的产妇要来得好一些 加之这丫头自幼随这个范贤长大 也被生生的熏陶出了几分洒脱之意 心性宽广 并未因怀中胎儿出生而憔悴 脸上反平添了几抹风鱼 愈发地像个可人少妇了 少爷 白天也近在睡 哪里睡得着呀 思思还习惯地称他为少爷 眉眼间尽是喜悦 与初为人母的得意 只是话语里边强自抑制着 他虽然性情舒朗 却不是个没心没肺的蠢物 知道经理发生了太多事情 少奶奶心里哀痛 怎也不愿意在这当口啊 表现得太过分 只是看着少爷入屋后 看也不看柳氏怀中的婴儿一眼 便来到床边 思思的心底也开始琢磨起来 难不成生了个女儿 让少爷不欢喜吗 眼眸里边 便暗淡了三分 纵使范贤有颗蹊跷玲珑心 但对于家宅后院里 女子们的小心思啊 却依然揣摩得不太清楚 看着这丫头神情 以为她是生产时 无人陪伴而伤心 笑了笑 便准备开口宽慰几句 她不明白 但林婉儿她不会不明白啊 柳氏也不会不明白 看着柳氏抱着孩子 往床边走过来 婉儿微微一笑 对范贤使了个眼色 轻声说道 快看看小丫头去 范贤一震 回首便看着柳氏 带着微微责备的神情 看着自己 才明白啊 这问题呀 出现在这个地方 自苦一笑 从柳氏怀中 接过婴儿 小心翼翼地捧在手中 定睛看去 发现 墙堡之中的婴儿 这个小女鹰啊 长得这个 着实不好看 不说 集不上自己的容貌 便是比 丝丝的大眼 多情也差了许多 看着看着 她便不禁笑了起来 觉得自己 着实有些糊涂 刚出生不久的婴儿 自然谈不上好看 只要健康便好 柳氏这三位妇人 见她毛手毛脚地 接过婴儿 倒是唬了一跳 没有反应过来 紧张地看着她 生怕她不会抱奶孩子 柳氏呢 更准备伸手去抢回来 却没料得 范贤左肘围躯 以臂之警 左手轻拍 到抱的是 有模有样 看着这一幕啊 众人松了口气 包括范尚书在内 都用诧异的目光 看着范贤 约然已久的婉儿 也忍不住 偷偷笑了笑 范贤此时只顾着 看自己的女儿 哪里能管 旁人的眼光呀 也没有想到 在这个世上 愿意抱孩子的男人 尤其是 像他们这等大户人家 可算是少之又少 而且像她如此熟悉 浑似个老嬷嬷一般的 这更是令人瞠目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颜道之为您博奖的长篇穿越小说 庆余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范贤抱着孩子 对思思温和说道 最近时局不稳 也是苦了你了 不过 你是知道我的 进屋不看孩子 倒不是不喜欢女儿 只是在我眼中啊 小孩子总是不及大人重要 你能平安啊 才是最关键的 得了柳氏与婉儿的暗中责备 范贤自然清楚 思思先前的黯然因何而生 微笑解释了两句 也不以为意 却没想着这番话 落在婉儿与思思的心里边 各有不同感受 思思心里一阵甜蜜 玄机想着这小的时候 少爷也是一个劲的嘀咕 生孩子最苦母亲 生男生女都一样 之类的这样的胡话 他心中虽甜蜜 却是不敢在婉儿面前 表现得太过分 因为他知道 少奶奶向来对自己极为宽人 而且这两年里边 一心想要个孩子 却是一直 不得如愿嘛 这般一想 思思倒把范贤后面的两句话 听漏了过去 小易看了一眼 物质低头温和笑着的少奶奶 不知怎的心中一动 倒替少奶奶心酸了起来 这边向女子们的心思复杂 范贤倒是抱着女儿 嘻嘻看着 越看越喜 越看越欢喜 先潜入屋的时候 只顾着思思的身体 与婉儿的情绪 浑没有把这个女儿当回事 直到此时抱着 隔着布 感受着这具小小身体的柔软粉嫩 看着女儿额头上的皱纹 看着女儿时不时的 咪咪嘴儿 心尖啊 越来越柔软起来 男人与女人的最大区别 便是在此处 女子怀胎十月 才辛苦担下孩子 早已培养了十个月的感情 加之富于 其间的辛苦心血疼痛 自然而然 天生对孩子有份浓浓 说不出的温情 而男人的感情 则需要看着 抱着 体会着 才会愈来愈浓 尤其是像范贤这等 天下第一等的盲人 思思怀孕的时候 基本上都不在身边 对着孩子 自然没有太强的感觉 只是他抱着抱着 这感觉便来了 范贤抱得越发小心翼翼 正正地看着怀中的小丫头 心想 难道 这就是自己的女儿 将来定会很漂亮 将来定会很泼辣 将来啊 这双紧紧闭着的小眼睛 也会越来越大 越长越美 心尖在柔软之后 渐渐酸甜起来 不知为何 范贤感觉 鼻子有些发毒 只是这种情绪也太过复杂 便是他自己也不知道 该用何等言语来形容 他只知道一点 自己这多灾多难 却有极富运气的两次生命 终于在这个世界里边 得到了延续 在这一刻 他在心里想着 即便自己现在当场死了 但总在这个世界上 留下来了一些什么 和在京都福尹 孙家看着那一排排书不一样 这种感觉更为强烈 更为鲜活 更令人感动莫名 抱了一阵之后 一旁看着的婉儿 在柳氏的指导 与范贤的示范下 把孩子接了过去 心疼地抱在了怀里边 依这个世上的规矩而言 这也算是他的孩子 这种心疼倒是实实在在的 范贤微笑 看着妻子眼中的怜惜 与思思好奇 这才想到妻子年岁算不得大 在自己的呵护下 其实与少女没有太大区别 不过看着婉儿抱着孩子 似乎稍稍去了些心中的悲痛 他心里边也好受多了 此时夜已经深了 大家都有些疲倦 只是范负第三代的第一个生命 让众人都有些兴奋 便是范上说 也毫不避嫌地待在这房中 乐呵呵地看着这一幕 不肯去休息 最后还是柳氏说笑了两句 让一直候在外面的老嬷嬷 与奶妈进来 将孩子抱着站在一旁 便催猪人早些歇息 范上书离去之时 忽然想到一件事情 准备换范贤去书房 问一问今日宫中的情况 陛下的情绪 但是玄机想到这孩子啊 这些天已然是心力焦脆 好不容易有件喜事 何必去打扰啊 便没有开口 反而是在两位长辈离开之时 范贤高兴地开口问道 父亲 我在江南的时节请您取名字 还不知道给这丫头取的什么名呢 他问得高兴 但范上书看了一眼柳氏 目光有些复杂 玄机平和说道 女儿家取名字不着急 想取个小名换着便是 范小花 范贤笑着说道 小名倒是早想好了 此话一出 林婉儿和思思都有些不满意 心想 自己这等人家 怎么取了这么俗的个名字呢 但思思当着众人不敢开口 婉儿却是注意到了家翁的神情 心里一正 也没有说什么 范贤与婉儿对视一眼 才想起了一件事情 脸色便有些不大好看 待范上书和柳氏出去之后 他才忍不住摇了摇头 叹了口气 看着一旁老嬷嬷怀中的女儿 说道 难不成这小丫头的名字 也要等宫里刺下来啊 嘶嘶一听 吓了一跳 心想 这是什么说法呀 玄机想得 少爷的另一个身份 便赶紧抿着嘴 不敢发表任何意见 林婉儿望着他 轻声说道 听老爷说过 当年你的字啊 也是宫里取的 我看不只是名字 最迟后日 陛下便会让你抱着孩子进宫 自明一桩事呢 宫里只怕还要派一批老嬷嬷 和乳娘 来让你挑 帆贤眉尖微调 冷笑说道 宫里那群老杂货 来便来吧 但养着便是 如今他说这个话 自然有这个底气 连太后都敢扇耳光的人 更何况是那些老鱼眼珠子呀 只是这话一出 在东乡房里抱着女婴的 自家的嬷嬷便害怕了起来 他身后的奶妈更是低着头 大气不敢出一声 范贤看了他们一眼 平缓地说道 平日里把小姐照看好 总是要辛苦你们的 但奶妈就不用了 明日少奶奶会去和夫人说 李婉儿纳闷地看了他一眼 心想相光这是在做什么呀 为什么要把奶妈赶出去呀 只见范贤坐回床边 笑着问思思 有奶没有啊 思思微羞 点了点头 范贤笑了笑 说道那就结了 孩子总得自己养着 要奶妈奶孩子 那算什么事啊 范贤心想 你们这些人哪里知道 母乳喂养的重要性啊 那世上牛出乳 得没多少钱呢 医生说过 母亲亲自喂乳 对婴儿的心理影响 也知道这些事说将出来 这世上也没有人能够听懂 便也不远 而为女子商量 便急独断地定了 一旁的奶妈低着头 不敢说什么 岸肥 奶妈怎么了 你老范贤家能发迹 还不是因为 丹州的老祖宗 奶了皇家几个孩子吗 自家的老嬷嬷 却是听出了些别的味道 瞠目结实地看着少爷 心想 难道少爷 准备让姨奶奶 亲自抚养小姐吗 这可坏了大规矩啊 明日总要和老爷太太 去说道说道 范贤不知道 这老婆子心里在想什么 也不怎么在意 辛苦在这世上 打熬了二十年 若连自己的女儿 怎么养都要旁人 说三道四 她算是白活了这一遭 又坐在思思旁边 说了几句 发现这丫头啊 困意上来了 强睁着眼说话 有些不忍 范贤笑着说道 赶紧睡吧 晚年在丹州的时候啊 你就比我还懒 看着思思欲言又止的模样 范贤笑道 来京都几年 真把你过糊涂了 小时候就说过 生男生女都一样 虽不是国策 但也是家归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 感谢您收听 由延道直播讲 时光后继婚姻的 长篇穿越小说 庆余年 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点赞 转采和打赏 本集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